也不是省油的灯 如果说飞机是美国拿来忽悠日本人的 那么珍珠港就是日本拿来忽悠美国人的 去年年底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了珍珠港 并和刚刚卸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一起悼念二战中的死难者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当天现场的一张图片 在碧海蓝天的夏威夷港的海边 安倍和奥巴马面向亚利桑那战略舰沉没的方向撒下了花瓣 而这艘亚利桑那战略舰 我们知道他的遇袭之日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那天 当时舰上有上千名的官兵惨烈战死 那现花仪式结束之后 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图 安倍紧接着发表了演讲 他在演讲当中是这样说的 说要把珍珠港视为和解的象征 但是我们要注意 只字没有提到道歉 如此一来 安倍的珍珠港演讲迅速引起了美国各界的不满 纽约时报更是用漫画暗示说 说安倍这次访问珍珠港的目的就是想封存历史 在美国媒体看来 奥巴马是被安倍给忽悠了 对于美国媒体的这样一种指认 不知道张兆忠先生是怎么看的 这个事的话 美国就等于上了日本当了 所以跟日本在外交上打交道要注意 日本每一个事都是精心的算计 留有很多的坑 不小心就掉进去了 这个事呢源起是这样 就是这个安倍参加这个立马峰会的时候 路过美国专程去拜访了特朗普 这属于抢新闻 而且不懂外交礼节的行动 最后奥巴马和他的这个团队 包括国务院 对这个事情很愤怒 然后就抗议日本 日本就找了个补救措施 说那我去趟珍珠港吧 夏威夷到那刀念亡灵 这个事关键是呢 绑架了奥巴马 奥巴马也陪着安倍一块去刀念亡灵 最后就形成了给人的感觉呢 他又没有道歉 这个没有道歉 没有认罪 就等于站在那个地方呢 因为脚底下就是那个 那个那个 被击沉的美国的战力舰 那么这就形成了奥巴马和安倍 分别向自己的死去的二战的亡灵 在那刀念 奥巴马悼念美国的官兵 这个安倍呢 悼念他自己在那场战争当中 死去的亡灵 被美国打死的那些鬼 这个为了更确认这一点呢 回来以后这个日本防卫相 到天鹏美马上就去参拜经过神社 你看这不就是前后验证了吗 这根本就是做的一场戏 是假的 所以这个事情呢 就是日本 从根本上来讲呢 他就认为二战 太平洋战争 这个日本是为了东亚而战 是为了东亚的独立自主 驱赶这个西方列强 而进行了一场正义的战争 到现在又也还在宣传这个观点 是 是 感谢观看